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阵的双方是中国的李轩豪七段和韩国的变相一九段 今天出场的李轩豪也是因为咱们中国旗舰的颜值当当 多年以来他的竞技状态一直保持得很稳定 虽然没有说是那种爆发力很强的 像有一些年轻戏手爆发力很强的 一下突然拿好几个冠军 或者是一下在国际比赛中就一战成名 但是李轩豪一直是稳定的是重庆队 作为维甲联赛中的一支豪门队伍 重庆队一直是担任主力 那么这个平时在生活中的话 这个李轩豪七段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围棋队足球队的一员啊 很深梦 而且这个自称是来万多夫司机啊 围棋队的来万多夫司机 就是一场球这个经常经常好几个不在华下 那这个变相一九段呢 其实也是成名已久了啊 那么特别的用功 这个在网上下棋啊 这个一个月经常就能下好几百盘啊 这个真的是超级超级的用功 所以他今天的这种成绩 我觉得跟他这种刻苦的这种努力是分不开的 好那今天这个变相一碰上了李轩豪 好我们看看会怎么样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这盘棋的实战 这盘棋由变相一九段直黑先行 这又是一场这个毛与盾之间的较量啊 变相一的棋风也是很深梦 那李轩豪呢 是这种大局控制型的啊 好 点三三 飞 好 这个我相信 这种对于这种米式飞刀这种变化啊 像变相一对变相一来说 我觉得是再熟练不过了啊 你想想一个月在这个网络上能操练好几百盘的这个棋手 对于这种复杂的变化 那对他来说是了然于凶的啊 可能在网上一个月都要下好几十盘这个米式飞刀 这个我们的小李 李轩豪也是不拒啊 并不因为你这个在网络上天天操练这个变化 我就害怕你啊 一看也是有备而来 我觉得是 好 这个好像近期的比赛这个其实下这个米式飞刀的人越来越少了啊 就是因为他太复杂 一个地方万一没搞好啊 这盘棋可能就搭搭进去了 嗯 好 这个变化就从这里开始啊 米式飞刀的复杂其实就从这里开始 那一种 之前我们一直下的变化是这个 这个是最最最简单的啊 然后 半针 然后 拖 那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这个黑旗啊 这个挖是不成立的啊 挖是不成立的 因为白旗不会打 那如果白旗打的话 那这个挖肯定是 没有问题的啊 如果像这样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图枪要不要出现啊 这个图直接就崩了啊 你根本找不到结 你走什么黑的都给你抓掉 那接下来黑的这个地方还可以打得长出来啊 这这太严厉了 我们看一下如果这个加成这样的话 这个点一个33 这个脚不仅成黑的了 外面你这是一层破皮啊 这肯定不行 所以这个挖 大家注意一定是不能被黑旗挖到的啊 挖的时候 白的一定是往外长 那黑的只能立下吧 啊 然后这个白旗一贴 啊 这个图 是这个著名的一个弃子图啊 一个弃子图 你只能断了 就沾上 然后只能冲 这个是很惨的啊 这个我们看 这个虽然能吃一个大脚啊 虽然能吃一个大脚 但是这个白旗外面封得太厚了啊 这跟刚才那个打结吃完全不一样啊 这个外面封太厚了啊 这个这个是白旗白旗占优啊 这个图 这黑的挖一个是挖不到的 这个米石飞刀变化一点多 那我给大家摆几个最常见的啊 或者最容易犯错的地方 那么正常黑的就是搬这个啊 然后虎这个啊 那然后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将会形成一个双虎啊 我们看一下 然后就受气 然后呢 这个就搬粘 然后就沾上 对 这是一个黑旗的先手双虎啊 黑的铺 送一下 然后黑的断这个 就这个变化的话 通常认为是这个 差不多的啊 双方都可以接受 那这个局面 其实白旗 相对来说 我觉得还是可以啊 这个时候正好 这个手脚 这个位置绝佳啊 位置绝佳 这个是双方 可以接受的一个变化啊 但这中间其实还暗藏着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啊 不是说一下就能下成这样啊 一定下成这样 那比如说这个时候 啊 虎到这里的时候 白旗有可能会虎这个啊 这个也是有的 就是这个里头不要了 你来吃我 然后我再跟你逼住啊 搞这个大气子 这个图就相当复杂了啊 这个这个图就相当的复杂了 这个如果能把黑的封进去的话 白旗是可以 但是黑的这个能不能突围啊 这是这也说不清楚 然后另外就是 黑旗这个虎啊 也有断在这里的啊 这个就是米石飞刀的原型 那么白旗加一下 嗯 一点 这里头黑旗就死了 然后白旗打拔 然后这个白旗尖一下 再补一个 那 就是以前的话 一直觉得是 这个就可以不补了啊 不补局部是没有齐的 啊 但是问题 之后这个黑旗这一靠你 这个非常的难受啊 这非常难受 这个里头反正 有可能会出事情啊 借用非常多 所以这个 后面大家都觉得 这个起来是补一个算了啊 补一个算 那这又是一个变化 所以光这一个 黑的 白旗虎这个就有 就已经有很多变化了 可见这个米石飞刀真的是 变化太多 当然现在后面大家就是越研究越深的话 这个虎已经就是逐渐被淘汰了啊 这个白旗有更积极的下法 就是飞下来 啊 我们看今天这盘实战好像 对今天这盘实战 这个李宣豪也是选择了这个 更积极的飞下来 那么黑旗断 这个白旗沾这个又是一个 那个新的招法啊 以前我们都是沾这个的啊 现在就该沾在这儿 然后黑旗接 啊 然后白旗 反正这个变化 不管怎么变啊 它有一个核心点啊 就是白旗一定是把这四个绝大部分的变化都 白旗都是一个弃子的状态啊 这个黑的是绝对不能弃的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黑的这这六颗子 或者说这五颗子 是绝对不能弃的啊 白旗可以弃 但黑的并不能弃 好 打了一压 那这个打了一压 是先问一下这个黑旗的英手啊 黑旗的英手 黑旗如果这个拐吃的话 那白旗一会收气就从这边收了啊 这里头死肯定是死了 如果你长 那我再压一下 如果你还长 那这白的就要搬到这里来了啊 这个气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 这里头黑的要吃 白旗只有这么来 那白旗这个气就不一样 搬这个 然后粘上 你爬 那之后小尖 这个气就不一样啊 这个白的就长了好几气 所以这个拐吃了鸭 是先是你的英手啊 你要是缩回去 那我就不搬这个了 我从这里小尖啊 这同样可以把黑的收紧 我们看啊 这个气 白的也是周 外围也是非常的厚实啊 反正 啊 这个概括了一句 就是这个气 白旗是个气子的变化 那实战 这个黑旗是直接吃到这了啊 他觉得那个尖不能容忍啊 这个肠呢 又肠不动啊 肠被你一般气太肠 所以又直接吃到那 他觉得这个可以给你打下来啊 那实战 白旗当然也就是把这个打下来了 那这里其实有个变化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 打了爬出 这个我们看看会会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哎 怎么我感觉这个打了爬出其实挺严厉的 但他们并没有选择 而且黑的也不怕 这个打了一爬出 好像这三个子就不能要了啊 因为你现在搬这个 白旗搬 直接 直接就要交代的感觉了 直接要交代了好像 这个好像事情并没那么简单啊 我就想这个地方 他为什么不打了爬出啊 其实终于看懂了 这没那么简单 甚至黑的可以尝这个 我们看一下啊 这地方有一点妙的 因为这里有一段啊 这个棋 可以沿一气啊 这个 就这样一个图啊 这个 这里因为一个特殊的情况啊 这个棋 白旗紧不了气啊 所以这个局部白旗 这三气对三气 表面上是三气对三气啊 其实配的有四气啊 那这个图 黑的白的不行 这三个子被吃了太大了 这外头全保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不能打了爬 只能打这个啊 然后一小飞 现在这个补齐 大家都是都学会了啊 这个高效率啊 以前我们这种气 如果这还有段的话 一般我们都觉得沾上根后屎啊 现在这个AI告诉我们 这个补断的时候啊 步子能卖的大就大 恨不得能补到这里去啊 但是这般机 现在这里补不到啊 能补到这里 已经效率很高了 那这个起 等于黑的就先手把这个脚就拿下了啊 然后一碰 那这个也是这个 AI教的招啊 以前如果 你给学生上课的话 看到这种碰 你肯定是 一阵痛骂啊 这什么起啊 哪有往别人脚上撞的 现在发现 这个撞是好起啊 是在这种 这个撞 一般是要快速定型 或者说是 就像这样 白旗有很大潜力的时候 你要快速去 这个 破坏这个白旗潜力的时候 这个靠都非常好用 但这个靠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针子需要有力 我们要看一下 要不然 别人一般 你不管搬哪个 别人给你一段打啊 这个棋 如果撑子不力 这个是战斗 是战斗不了的啊 这个战斗 这战斗是不成立的 所以一般我们要针子有力 才会去靠 嗯 那这个 李轩豪同学 也是非常的稳健啊 尝一个 不给你 借上力的机会 这个棋 白旗这个挡 可能有先手味道 我感觉一会儿 我们再来看 所以他希望把黑的逼到这边来 哇 这个 变相一真的是 骑风很勇猛啊 这两下就先手得分了啊 已经 他觉得这颗子 这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已经拿我这两颗子没招了 这个局部 我已经 把你这个潜力 削得差不多了啊 我再捞一票 好 然后 这个长 这个应该是 白旗的先手啊 这一拐就活了啊 这必须挡 然后白旗把这个挡住 然后 这个拖先了啊 没有 没有让 白旗走到 这个 白旗马上一挤 这个地方 既然白旗选择了挡 那他绝对是有一点后手的 他不可能说是 什么招都没有 他去挡一个啊 这个挤一个 我们看黑的就难受了啊 局部你现在是能活的 但是你活的话 大家看这个眼见的一个问题啊 黑活 那白也活了啊 这个白旗要活了可不得了 白旗要活了 黑的就没目了 这个啊 整个 所以这个 起黑的绝对不能去做活啊 这个局部 黑的是不可能满足 双方都活的 他只能搬收器了啊 现在 他只能搬收器 那我们看这个 旗就有点问题了啊 将来 将来这一大吃 一搬 那 这里头就有 就有点 小问题了 哦 这个 黑旗可以拖这个啊 还挺妙的 我本来以为是这里头就出现缓一细节了啊 那看来并没有 看来并没有啊 这个地方 将来白的有什么好手吗 好像也不一定有啊 你单猴这个 这两个要点就是说 一人一个啊 一人一个 正好 正好不行啊 正好慢一期啊 虽然收的很厚 但是慢一期还是慢一期的 这搬完 搬完 黑的刚好有一拖啊 如果黑的提的话 白旗一打 这就缓一期节了 但是黑旗这个拖一个很妙 好 这个地方暂时没骑 但是白旗有留下了众多的节彩啊 啊 还是有旗 这个旗刚才那个打 是俗手 我发现 直接搬了座就可以了啊 这样就缓一期节了 这个一下部一立 就变成景气节了 嗯 这个图也可以啊 好 总之是有很多 留下了很多味道之后呢 白旗搬了 打吃 这个局部肯定是不能让黑旗随便做活了啊 那么黑的也是 觉得这个地方拆没有意义了 刚刚大家都看 白旗这个粘和粒全是新手 那厚得不得了 你要是往这拆 白的就飞起来 你要在这个地方去搭眼 搭房子 就非常的困难了啊 因为白旗太厚 所以黑的是只能飞出 嗯 然后白旗挂脚 那这个跳 一个这种场合性的下法啊 因为现在这边白旗很厚 黑的走什么 他觉得被拖了一连斑 这个脚没了之后 这边没什么价值啊 所以他无论如何把这个脚守住 这也是个场合性下法 他现在等于不害怕你从这边挂过来啊 他觉得你这个地方太窄了啊 这么厚才拆四 他不太怕 果然这个白旗也是没有走这个啊 那黑的这个 这样的话 黑的这个脚 所以大家看这个下棋 这个随机应变真的很重要啊 你如果走这个 小飞 你如果小飞 白旗一定不会拆这个 让你把这个脚挑住啊 白的一定是近脚的啊 那你走这个的话 白的觉得这边过来没意思啊 这边过来没意思 你可能甚至肩顶一下 都可以啊 肩顶完搬一下 然后就粘上 这几个交换 白的觉得不便宜啊 白的想走这个 然后如果你敢拖鞋呢 白的可能下一步直接就在这里了啊 那如果白旗走这个的话 黑的如果小飞的话 白的再抢到这个大厂 这样充分利用这个后势 这边白旗先 直接把黑旗这条边 变成自己的啊 这就是后世的威力 然后可以再靠压 哇这个 这个捞脚的这个下法 我好像不是太能赞同啊 那这么捞的 我天 靠了虎 沾上 那这样的话 这个形状走完之后 这个大飞的位置 我觉得不是太理想啊 这个这个旗行 将来这个脚 你肯定没手术 还得再补一手啊 这个白旗点脚也好 直接拖这个也好 肯定都是有旗的啊 这个这个脚绝对不姓黑 现在啊 虽然看着是 黑旗好像护住了啊 其实是个假象 然后接着断 不讲道理啊 这个变相依同学的旗 有点不讲道理 这个白的肯定是 一秒钟给你尝出来啊 先打了一下 诶 这怎么打了一下呢 这个刚才不是说好的 有扳了一猴子吗 这个打了一下之后 将来是怎么收场 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啊 它是还有什么招 我没看见吗 好 我们先不管了 我们先把这个长出来 总之这个白的 无论如何是要长啊 任你 变相依有三头六臂 这个字我肯定是要拉出来的啊 绝对不能说是 我就弃了啊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个除非这个排后 这个除非这个局部换一下啊 黑的是外头 白的是里头啊 那还有可能 现在这个白的 绝对是长出来啊 外面的世界都是白茫茫的啊 所以这个局部 白棋肯定是要想办法去寻求作战的啊 而且黑的这里还有一块完全不活的棋 然后一靠 想寻求一下步调啊 这种棋一般 这种靠都是引诱对方来扳这个啊 你大家都记住 一般对手靠你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去扳 扳就中计了 扳这个黑的一加 嗯 这个就 一冲 看啊 这个就冲烂了啊 挡不住了 当然这个变化 稍微还是有一点点小复杂的 白的这个边是有四期啊 黑的要演出四期来 才能把那个三个子贴死 那么看一下这里能不能演出四期啊 应该是刚刚好 尖 然后黑的再立啊 这个白的不太好景气了 这个外头挡不住了啊 挡住黑就死了 但是挡不住了 只能从里头挡 里头挡黑的这一加 嗯 这个应该是延气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啊 这一粘上 然后再从里头搬啊 这个是 白旗是杀不过啊 所以像这种靠 当对手 当然这也要看对手的水平了啊 如果对手水平 这个 不行的话 它是有可能出现误算的 像 当然我现在 讲的是这种 顶尖的职业棋手的棋啊 它这个靠 这种靠一出现 那一定是 希望 希望你来反击的啊 让它一退 嗯 白的小尖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形状 可能很多棋友认为 这个棋 诶 并在这里多舒服啊 是不是 木树看着又多 然后对黑棋威胁还大啊 那其实不然 并在这里的话 你自己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将来这个地方点都有可能是先手啊 其实木树本身也不见得便宜啊 以后被别人搬粘 你如果猴到的话是你便宜 但如果被别人搬粘了 我们看这个再一搬就挡不住啊 这个 所以这个形状 尖一个后视啊 非常后视 棋形 你其实看这个 李玄豪的棋 你就会 体会这个 什么叫这个 棋形很 很厚 很正一样 因为我们的话说是很正 棋下的很正 一些这种很邪恶的形状 一些看起来味道很坏的形状 李玄豪一般都是不会下的啊 他的棋 非常后视 对 这个重庆 双子星啊 李玄豪 杨顶星 顶爷 他俩棋风都是这种后视 都是跟你慢慢泡足啊 哇 然后这个 黑的这个招法 真的是我也看不懂啊 这个顶 是想干啥呢 这个跟这个拐交换便宜 是在什么地方 很难理解啊 这两步棋的交换 怎么感觉 怎么感觉是帮白棋补了个段呢 而且这个还送眼啊 以后这个被搬死了 这个地方 送眼 看不懂 这条顶 可能只有他自己能理解了啊 神之一顶 然后贴 感觉现在这个黑棋就是陷入了这个白棋 很无形的一个包围圈啊 我们看 这个棋 白棋 虽然没去说是要怎么样 把你怎么样 但其实已经形成 自然形成一个包围圈了 这边这块棋 也是 虽然空肯定是黑棋多啊 现在黑的这个 三颗角 但那颗角 说实话 并不一定属于黑棋的 刚才就介绍过了 里头白的肯定有棋 有各种各样的手段 可以让那个角 都目数化为乌有啊 好 这个时候 黑棋决定先把这块棋 先安定了啊 中间这六颗子就 听天由命了啊 因为这六颗子属于那种 不补呢 看着也不会死 估计也不会死 补呢 一手也补不活啊 所以干脆先把那块先安定 好 这个 白棋现在 要 充分利用自己的后了啊 绝对不能让你 轻易的就安定一块啊 哇 这两个人 其实真是有意思 尤其是变相一样 走一下又不走了 又转为 这边再贴 嗯 然后再一小肩 嗯 反正以我对李轩豪这个棋的了解啊 就是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不会去杀棋的 尤其这个局面还这么早啊 还有大把的空间可以利用这个后市来搜挂啊 在这个收 进行收募到时候 他是不会轻易去杀这七颗子的啊 但如果这个白棋现在换成这个恶霸 顾子豪的话就不一定了啊 这个棋其实是 我认为是进入这个射程范围了啊 这个棋是有可能去去攻杀的 但这个攻杀不是李轩豪的棋风 好 这个棋白棋现在肯定是要 哎 点 利用自己的后啊 现在开始收募了啊 进行一个 但我一直想知道的是 这个地方他打了一下之后 我还是想再看一看这里的后续手段啊 真的是没看出来啊 没看到 你猴这个 你还点这个 似乎是没有什么后续手段啊 你猴这个 别人猴这个 这局部就没棋了啊 就放弃 他这个打一下 我还是没懂啊 为什么要打一下 本来不打不是有点棋的吗 为什么非要打呢 然后 不管他啊 点了 那这个地方 出招了啊 出招 这个黑棋 搬这个的话 白棋就 从下头搬啊 我们看啊 这样的话 这个掏的是很爽的 这再搬一把 再一长出 啊 这个愉快的不得了 这个还得不断啊 一会儿阿鲁再被先手沾一想 哇 这个黑的太惨 所以实战黑的是往下立啊 分段这个白棋没意义啊 这上头太厚了 喉贴 喉贴也是为了紧住一气啊 以防黑棋搬过 这个 因为他觉得这个棋还是如果被你搬过的话 我这两招棋意思就不大了啊 所以要贴住这一气啊 其实好像黑的现在搬也能勉强搬过啊 只是可能会被收的比较惨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 这个搬其实是能搬的啊 被冲一下 一拐 然后再一喉 哇 这个气就全收紧了啊 而且有可能还会留下一个梅花瘤 看这个气有可能 你只能拐这个啊 局部还不活 这个是最惨的啊 别人拖在这里 这还有个梅花瘤啊 将来 那个梅花瘤 局部是快一气的 所以也是 局部都不见得快啊 这个气白的 铺完直接打了作业啊 忽略了 这个直接就双活了啊 所以不行 这白旗贴住这一气你彻底搬不过 只能是 只能是立了 嗯 然后这个白旗拆黑的拐啊 这就是后世的威力 我们看 先手拆边啊 然后开始 你看我们看 李平豪下棋啊 真的是很正义啊 攻在这里 带着木的啊 大家看 这个并不是要杀棋 只是虚晃一枪 嗯 然后先手把自己的空补上 现在干脆不分断你了 我直接开始唯控啊 他觉得现在空上已经可以 与黑旗抗衡了啊 这里黑的还要再布两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木 10 11 12 13 14 15 22 12 12 32 32 34 35 45 黑的不到50木起 白的10 11 12 13 14 24 34 白的现在有45 6木了啊 所以这个木树已经直接就追上来了 所以现在这个白棋是不着急了 我已经没有必要去继续去工商 开始唯控 确实白的控也很多 我们注意到 黑棋还是先把这自己连后 因为这个不连后的话始终会有隐患 这扳倒不扳了 直接抢抢关子 尖是非常大的 黑的基本上要补一个阵场 黑的这里先定一下形 跳 差一高效的补 白的飞 黑的是直接扳这个要抢先手 我们看变向一的棋真的是很积极 他觉得这个贴被白子飞到一下这一段的话 好像是中央还是没有说清楚 还是没有搞明白 所以他现在是要搬在这里 要求抢先手 而且夹住 不给你抢这个先手 哇 那这个 黑棋这个中央会不会出问题 在于飞点 很冷静 这个力旋号真的要出手了 那我们看黑的这两招好像是不太便宜的 从这个 从 单纯 木术肯定是便宜了 但是单纯从这个中央做活的角度来说 他肯定不如贴成这样 即使这个白棋打吃是先手 这样的话 他这个什么 很妖娄的飞一飞 还是有可能联络的 有可能联络的 好像也有点危险 这一靠 哇 这个棋 白的太厚了 中间 中间实在太厚了 我觉得 黑的这部补在这里实在是太冲动了 正常我们还是补这个 我觉得啊 他可能觉得现在实控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刚才点了一下 确实是白的空挺多的 现在白的 这里又加了几摸器 这里又加了几摸器 走这个还被白棋拖一把 只能搬里头 还被白棋这样收一把 他可能觉得不舒服啊 但是这个的话 真的是风险系数 这个95啊 我感觉是 他实在这两招走完 我怎么感觉风险系数98呢 太危险了 这还被点到一下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啊 如果 这个去连回被冲断的话 他这一串等于没走啊 所以必须沾上 要捞就捞到最多 开始 致命的洗活 靠断 顶持 这个棋现在 白棋其实是很好掌握的啊 他 他随时可以收手啊 不是说非杀你不可 这个段本身也有一点点小木树啊 然后 只要在杀的过程中 你一旦损木了 我随时收手 我们看这个 李轩豪这个杀漆 也是杀得很温柔的 其实他现在完全可以暴力一点 就是 从这里挖持啊 那这个就把黑的放到空里头去了 这一顶 这个好像不是李轩豪的起风啊 他觉得没把握这样 我 我们先老老实实 先把木 先捞住啊 你这个地方好像 还是没那么容易联络 再打上去 其实白棋现在要求很简单 打结 足矣啊 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结材啊 这个打 那黑的好像确实是粘不住了啊 似乎是只能打结了 粘住的话 这个好像白的真的要杀气了啊 这个可能是温柔不了了啊 这个 这个实在太危险了 这白的全部都是连着的啊 这个 这个粘掉的话 这边也是连着的 这中间无路可逃啊 这李轩豪脾气再好 这个也要杀气了 所以黑的只能打 那这就变成打结火了 等于这块现在 啊 卡一记 白的一场 提结 那我们看白的怎么找结的 提结 然后白棋是 粘了一个啊 老老实实了一粘 然后黑棋是一半 然后黑棋是一半 然后提结 黑的断啊 当然黑的本身结还是有一些的啊 这个单段 因为黑棋这个 几个是绝对先手啊 所以 哎 几个是不是绝对先手啊 本来看他这个下法 我觉得是几个应该是绝对先手 但再一看 好像也不一定绝对先啊 这个棋 那他这个段也是拼得够猛的啊 如果几一个不先手的话 白棋现在甚至都有可能粘截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几到底先不先手 如果粘截几一个 我们立一个段 其实是后手啊 你得挑这个 但这个杀器现在 在这里啊 是白的黑的没几气啊 134567 白的大吃白的快活了 我感觉 好像这个不知道啥意思啊 这个时候其实白棋是完全可以粘截的啊 挤这个先手的话 你这完全就没有招了啊 打吃后就立 你局部本来是扳这个是手筋啊 但是我这吃 我先手把中间吃了 肯定不够了 你吃这个我可以粘上 吃这个我挤吃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再有一个打击 也有点复杂 因为白棋不满足于这样啊 这个转换他觉得不见得便宜 这上头看着很大一块棋 其实也没有多少木啊 这下头木很多 那如果你粘上了 他一长啊 这有点复杂 现在白棋 白棋的思路 应该是觉得自己形式就非常有利的啊 应该是现在 那从这个进程上来看 白棋这个下法也一直是一个优势的下法啊 局面控制的很好 所以这个时候稳健啊 这个是继续贯彻 李轩豪这个控制局面啊 反正白棋节材多嘛 打吃 站上 提 白棋节材多 没关系 然后靠 扳住 全部都硬啊 这个杀器也不杀 哇 这个真的是太稳健了啊 123456 这个感觉 这个是完全可以不硬了啊 这个 这个变相仪已经是乱来了 这个你不能走别的 走别的我马上就挤一个 你起就不够了 只有先挤一把 挤一个 就接上也行啊 就是你还得尝这个 如果不尝这个的话啊 就这边 123456 7 123456 确实也有点乱这样 不简明 这个李轩豪同学要下简明的 嗯 扳住 然后 铺一个啊 要求多找一枚节材 铺完再猴 然后 哇 这个 我们看变相一开始 上狠招了啊 这步棋是 自残 属于是 本来你提一个 这个局部是近杀白棋的 你走这个 现在 白的一提 这个局部已经缓一期节了 我们看 一打一提 局部已经缓一期节了 这个属于是自残 然后 白棋先提节 他为了让白棋节才少啊 他这个是自残 自残的行为 扳这个 扳这个一样是节啊 这个白棋真是已经稳到 稳到没法再稳了啊 我就想问李轩啊 同学还能再稳一点吗 这个已经没法再稳了 这个还不敢沾吗 难道 这还有什么变数 而且这里又便宜了啊 这还能有什么变数吗 这回这个挤 看得清楚了 肯定后手啊 这靠了一下之后 那这个转换 不成比例啊 这样的话 可以的就吃了10来目啊 这中间再不大 也不止10来目啊 这个246720多摩 总是有的 这个肯定转换不成比例 还是硬住 继续求稳 然后粘回去 这个大家看啊 这个也我们今天也学习一下 这个李轩豪在这种优势局面下 是怎么控制局面的啊 非常的稳啊 任何的转换 都不参与啊 都不参与 然后挖粘 这个是黑棋的权利 那黑的现在是 哇 这个蛮不讲道理的啊 变相依 不仅要连通 还直接把你断了 白的再断 哇 这个黑棋是 是把这个节都给撑住了 这个现在白的无忧解了 彻底啊 其实本身现在黑的 这个是可以联络的 这个可以联络 他肯定觉得不够了 这棋 这样联络有点惨 被白的尖到这儿 这白的还有 这还有个缓一细节啊 这个先不算 我们看看这个木数 是不是确实不够了 看这个尖这个很大啊 白的比如说尖用 我们看一下这个棋 1 2 3 4 5 6 7 8 16 20 2 1 2 2 3 2 4 24这半斋线少 34 35 45 46 5 6 5 6 7 8 5 9 66 6 6 2 6 3 6 4 6 5 木不到 黑棋 白棋的话 这要补一个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7 18 19 这半算 22 1 2 3 3 5 35 45 44 454647484655 161626364 确实不太够 盘面差不多 而且这个棋我们看白棋这么厚 将来白棋掌握的空间肯定还是很大 这个一会儿冲了打拔可能都先手 确实不够 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 那这个既然正常收不够了 这个时候来点搏命的招法也是正常的 挖痴 但是这个搏的太凶了 这个白棋无忧结实在是 这个结还可以这么打 我以为是 这个结是这么打的 再冲痴 我们看 提再打吃这个 白的再一粘吃 哇 这个棋 白的实在是太愉快了 这个纯 纯无忧结 这个小尖还没有 这白的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愉快的结 还没找 白的先不找 白的肯定先提这个 白的肯定先提这个 然后 黑棋 黑棋不能阴了 这个结 我们看一下 这个结已经没法硬了 这个再硬的话 白棋再提回来 白棋再提回来 黑的其实现在没有几个本身结了 这里 这里如果从这边打非常损 从这边打的话就一颗 就一颗结 这个 那白的这个再一冲的话 就冲爆了 白的那里有两个保留的定时炸弹 随时可以引爆 就是我们看这个白棋 一直把 这两枚绝对的结材 一直没找 这个是随时可以引爆黑棋的这个定时炸弹 现在这个黑棋是不能再硬了 这个结 然后我们看一下 然后这个黑的果然是消结了 那这个起白的提结要打这个结 这个结呢 黑的负担稍微小一点啊 但是黑的也打不过吧 我觉得 站上 这里这个吃 这里这个吃是个什么情况啊 吃如果拖鲜的话又是一个打结啊 大家看这个很有意思 这样的话结材是个什么状况 白的这一枚 这个先打一下 一枚 两枚 三枚啊 白的三枚巨结 黑的这一枚本身结 然后两枚 三枚 四枚啊 这个起这样的话 这个结还能打一下 很顽强 这个边向一同学的确是很顽强 看着是不太行啊 但其实还能再拼搏一下 结材还勉强够 然后我们看啊 这个白棋这个时候 李玄浩这个时候发狠啊 这一长好像很致命 我感觉到了 这个长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结给你打在这里啊 这个结就玩大了 因为白棋一提了 下一步 把黑的整个都给趴死 同样是打那个 景气节啊 但是 但是就 把黑气这块带进来了 虽然打输了 损两目棋啊 本来刚才这可以接一下 差不多损两目棋 但打赢了这个 就远远不止两目了 我们提 这个时候开始 引爆 引爆这样一枚炸弹 这个必须硬啊 我们看 这个斑毡不然先手 二十目都得有啊 这个 无论如何 木都是不够的 这个必须硬 一提 然后 黑的去哪里找接呢 黑的打赤 然后啊 白的直接提了 这个提也是最后一手啊 提完之后就认输了 那黑的其实现在 这里本来是有一枚本身结的 有一枚本身结 但是不够啊 因为 因为他发现了一枚问题 你这一枚本身结 不解决问题啊 提回来 然后白的就扑一下 你始终是必须要找这个结的 如果这个不是结的话 那这个结是总打不过了啊 所以 黑的实战是先找的这个结 没有打赤这一下 希望 能够这个 混水摸鱼啊 摸出一枚结菜来 结果没摸成功 那白的直接把他提了 我们看一下他怎么就 他等于现在如果提这个 他提这个的话 白的是可以脱鲜是吧 意思是 把这个吃了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块白旗的死活是什么 尝出来 好像确实是活得比较简单啊 就虎了一粒啊 我们看 然后 尖完一尖 这个脚都无所谓了 这个脚都无所谓了 因为我们看这边都已经吃光了 那个脚都小问题 只要这片大龙不死就行啊 那如果配的先打一下再提啊 会不会有点变化 我再看一看 打一下再提 然后 立一个 好像也不行啊 这个白的可以煎到这里 这块白旗眼味很丰富啊 别看 这个 好像是没什么眼 但是走起来还真不好吃 如果你要退这个 我还是这个尖刺先射 这样好像有点希望 大吃 提掉 吃上来 那这样有点希望 那这个棋怎么就认输了呢 这以变相一的风格 这个难道不应该再拼搏一下吗 我们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疏漏啊 这过程中 这下不尖刺的话 这下不尖刺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虎一个 这个棋 那意思就是说白的是不准备吃这个的 有可能 白的就虎一个 把这块棋做虎 把这块棋做虎 那黑的也做虎 这样应该是黑的不够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木数 那就这个图如果 如果白棋赢了的话 那就是太简明了 那他只能认输了 这个12 10 21 22 23 24 25 27 28 29 30 313 42 434 45 46 48 49 50 515 53 白棋 10 11 32 34 17 18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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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54 56 58 这个确实 这盘面都不够了啊 那这块棋还是大 这个等于是双方一个出入的一个木数啊 白棋吃了20莱姆还救回来自己20莱姆 这40多木 这边白棋损了大概10木棋 这个黑的拔掉才20多木 整个才30木棋啊 所以白棋没有必要啊 白的这个吃了就已经结束了 好 那这盘棋 这个 李轩豪把他这种控制局面的能力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啊 那回头 这个 这个棋其实后面我并没有觉得黑的哪步棋下得很糟糕啊 我只是觉得 这个 拖了虎啊 靠了虎丸 断出来有点无理 在别人这么厚的情况下 他他寻求作战有点无理 但是 这么来看这个棋 后面一直有木树上的差距 那说明 开始这个米式飞刀的变形啊 这个这个不能 严格来说不能算米式飞刀了 是一个变形 变形的米式飞刀 那这个地方看来是黑棋有点中刀了啊 这个 怪不得这个 李轩豪这种稳健性棋风一开始就给 对手练这个啊 是有研究 什么东西也挡不住你有研究啊 这个变形一可能是大一 这个局部 看来这个局部下完之后 当然这个需要用AI去分析一下啊 这个 我的这个感觉 因为当时 刚下沉这个变化的时候 并没有觉得说是 白棋就很好啊 因为觉得黑的先手吃个脚还挺愉快 然后挡还是后手 但是后面发现这个 走一走 黑的没什么空啊 这个棋 但是最后我觉得黑的 这个最致命的这个败招啊 就是让自己 一下就不行的 还是这部跳一 刚才我就评价了 这个 风险系数达到98%的一招棋啊 95 这个时候是95 这个时候是95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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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虽然空好像好像差一点啊 但是还有变数啊 毕竟棋盘还这么大的空间 那就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黑的正常挑这个 这个或者是干脆就虎了 虎了长也行 啊 这样的话 木数黑的稍差 但是我觉得这个关子收下来 还有一些变数啊 当时这边是这样的 对这个棋 黑的把这个联络上的话 这盘棋 关子或许还能一针胜负 它实际上这个 显然是忽略了白棋这个飞的形状啊 这一飞确实很简单 我们看吕宣豪的棋 朴实乌滑啊 但是 还还让你挺难受 你要走这个的话 白的也是要断啊 同样 黑棋在这里 只要不能够近活的话 这盘棋就 就就就很难了 因为白棋节财实在太多了 这边 这个 被一飞 嗯 吓得很漂亮 总的来说 实战这个 黑的搬了 沾完拐 这是 我觉得是自寻死路啊 这又被点一下 那这个 吓成这个段的时候 我觉得这盘棋 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啊 对于他们这 两位这种职业顶尖选手来说 这个后面的这些变化 可能大家看着 觉得还有一点复杂 这个解打来又打去啊 其实 都是在这个 白棋的掌控范围之内的 这个 并没有太多的悬念啊 很精彩 这般棋 这个 李玄豪给我们展示了 他的这种 控制 全局的这种能力啊 同盘 下得很简单啊 然后就 轻松就拿下了 好 那这个棋最终 李玄豪是 直白中盘战胜的 变向19段啊 下得非常好啊 这盘棋 那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那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